原标题 奇迹 就在上述景区即将迎来大批游客时 近日有公众号发文称 手脚正常的人去迪士尼也非要坐轮椅 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关于轮椅租赁服务 上海迪士尼官网这样介绍 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为行为不变的游客 提供手动轮椅租赁服务 新到新的 额满极止 届时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将在现行四级票价结构下 调整门票价格 各级定义及对应的票价如下 常规日门票价格从399元调整为435元人民币 涵盖大部分平日和部分周末 特别常规日门票价格从499元调整为545元人民币 涵盖部分周末和部分平日 高峰日门票价格从599元调整为659元人民币 涵盖夏季大部分日期 部分中国法定节假日放假和调休期间 及其前后部分日期 国际性节日庆祝期间 乐园特别活动日以及其他客流高峰日 特别高峰日门票价格从699元调整为769元人民币 涵盖部分中国法定节假日放假和调休期间 乐园特别活动日以及夏季部分日期 国际性节日庆祝期间